真的没想到亲子鉴定居然也可以造假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 有人通过亲子鉴定为买来的孩子洗白 疫情期间一对重庆夫妇在甘肃兰州花了三万六 买了一个女孩却上不了户 在警察同学的介绍下找到了一家司法鉴定中心 做了一份假亲子鉴定 上个月成功上户了 一位记者和打拐救援者伪装成夫妻 也对接上了一名在深圳的马法医 对方寄来一堆材料 上面居然已经踩了血 鉴定人只需要按几个指纹就可以了 几天之后记者就拿到了司法鉴定号 上网一查 记者和打拐志愿者还果然成了莫居有的父母 报告上的这一家广东华大司法鉴定中心 在广州司法局有登记 他们的鉴定结果在广州公法链市政平台可以查询 也就是说记者拿到的这个鉴定报告是假的 但也是真的 这也太吓人了吧 广州司法局成立这个平台的时候 曾经宣称解决亲子鉴定意见书被篡改 使用带来的拐卖儿童身份合法化 以及犯罪行为被掩盖的问题 但是现在呢 却成了洗白来历不明的孩子的工具 司法鉴定不仅成为了买卖人口的一环 还破坏了公安部寻子基因库的效能 这比拐卖人口可怕多了 在我们心中 司法鉴定是裁判是权威 是最后的真相 拐卖的孩子都能洗白 还有什么是不能作假的 刑事案件中的伤情鉴定可不可以 医疗纠纷中的鉴定又可不可以 还有杀人案中的死因鉴定可不可以 很显然 司法鉴定这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防线依然溃败 司法鉴定的公正和信誉 一定会因此荡然无损 9月11号下午 涉事的广东华裔大司法鉴定中心说 该鉴定中心已经开展测查 暂不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广州市司法局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也说 该局也已展开调查 然而我们知道 司法鉴定这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防线依然破损 司法鉴定的公正和信誉已经破坏 我们希望亡羊不老 优位晚矣